今天講的是 Julia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部分 因為其實 Julia 它本身並不是很 functional 的 language 但是不過它也有支援 functional 的一些東西 可是我覺得相對其他語言比起來 它其實有發展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這方面的潛力這樣 那我們談談 programming的話就是 其實 programming 就是你讓電腦去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 programming來說的話 一般大家剛進來寫程式 這樣的話通常會碰到大概就是這種 increactive programming 它就是你去告訴電腦說你怎麼樣去完成一個任務 那基本上它有幾個元素 就是 sequential 那就是它會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前面的指令 前面的指令執行完之後 然後接著去執行下一個指令 這樣子一步一步去完成 那再來就是陷行 陷行的話就是 那個某人 把賣關掉了嗎 就是因為 陷行有點大事 那個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對 好 要是三代囉 我要休息一會 好 要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你們要休息一會 要休息一會 要休息一會 好 我看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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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應該可以了 好 OK 那基本上 剛剛到哪邊 剛剛到loop 那基本上也會有非常多步驟是需要 一直不斷的去執行某個區塊的程式 那這個時候就會用loop 然後跟比如說你會用到if else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就是condition 那你會去判斷 判斷某些時候 那它是應該要做A事情 那另外一種時候要做B事情 對 那接下來如果你把 好 OK 那你會希望把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分出來的功能 把它獨立出來寫成一個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比較像是非線性的去做呼叫 然後去做 去操作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在 你在 比如說你在一開始在寫sd 然後或者寫java這種 這種程式的話 那你一開始碰到的 一開始碰到的大概會是這種 那另外一種相對於指定式 它就是屬於宣告式的 那宣告式的它講的是 就是我們要完成的東西是什麼 對 相對於指令式 它是跟你說 就是你要跟電腦說 我們第一步要做什麼事情 第二步要做什麼事情 第三步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可能第三步做了一個判斷之後 我再回去到前面去 有一個look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宣告式的它比較像 比如說一個經典的就是 是sql的語言 sql的語言它就是 明明白白跟你說 我要哪一個區塊的資料 那你有點像在定義東西 或者說你有點像在去 從既有的 既有的資料裡面去選一塊區塊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去告訴電腦說 我要什麼 對就是那個什麼 你的目標在哪裡 那你直接跟電腦說你的目標是什麼 對 大概是 大概是 這樣的差別 對 那 相較來說 Functional Programming它就是一個宣告式的 在語言上面被歸類是宣告式的 宣告式的一個程式風格 那它就是你要去跟電腦說我要幹什麼 那所以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元素呢 基本上就是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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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得到一大堆的Function 簡單來講就是 用Function去做為一個最基本的元素 然後 然後 再用Function包裝起來 然後Function去做排列組合 然後 整個架構出一個大的東西 大的軟體 大的程式 但是某時候還蠻好用的 好 那 基本上Functional Programming這個東西它是從數學來的 就是 似乎是早在20年前 嗯 20年前 呃 大家在紅那個 那個 就是物件導向的 呃 程式風格的時候 就另外一群 呃 Compure Scientist 呃 Compure Scientist 就是電腦科學家 然後數學家 他們認為說 就是 呃 物件導向或者是指令式的這樣子的方法 這樣子的風格 呃 不是那麼的 純粹 就是 電腦應該是讀得懂 應該是要讀懂 Function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他們就去從數學去借了數學的 Function這樣子的概念 那 來建構他們的那個 那個 Functional Programming這樣子的典範 那 他們 用一篇一篇的論文堆積出 一個蠻有名的語言 那個Huskell 然後 Huskell就是一個 純的 Functional Language 這樣 但是 大家基本上講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然後 Functional Language 基本上會 會以Huskell做為一個 做為一個頂範 對 對 那 呃 所以如果越像 越像Huskell它的 呃 程式風格的話 我們會講 它是越 Functional的 對 那如果是越偏向 越不像Functional的話 通常是越偏向 呃 前面講的指令系的方式 呃 imperative的方式 那 Function is from next 那基本上 數學上的Function是什麼東西 數學上的Function就是 啊 我有一個input 那你給我一個output 對 就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機器 對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機器 然後 機器有input有output 那 但是抽象來看它就是 有一個input 有一個output 那 至於機器裡面做了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對 只是我不想管機器裡面到底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跟做了什麼事情 那個東西是 呃 之後再去討論的東西 對 OK 所以 Function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mapping 就是 Function它會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它會把 呃 在S裡面的 在S裡面的1 變成Y裡面的2 然後把S裡面的2 變成Y裡面的3 對 就是 大致上是 大致上是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對 把一個一個的數字 然後對應到 從S對應到Y 然後 嗯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不一定有對到 或者是對不到 這個東西是 呃 呃 呃 數學上面 呃 數學上面它 呃 有些 有些限制這樣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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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 基本上 呃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 呃 應該說 Function這個東西 從數學借過來 那基本上它就是 做某件事情 那 這個做某件事情 呃 這樣子 來看 你把 你把負1 對到0 然後把0 對到1 把1對到2 然後 這樣繼續下去 那 它做什麼事情 呃 這樣子 對 人類直觀來說 它做的事情就是 加1嘛 那 加1 但是我裡面 如果只允許整數的話 那它就是整數的加1 那 呃 很常 我們會用 用 F of x 然後 F of x 等於x加1 那我們去敘述說x加1這件事情 那去敘述x加1這件事情 那去敘述x加1這件事情 它是 呃 它是比較 感覺比較像是那個 呃 指令式的感覺 也就是說 你跟電腦說怎麼做 但是 Functional它比較 它比較不care的這個東西 那 你可以 你可以 你也可以用 你可以不要管10座 你可以就是 反正我 呃 反正我 當我S進來是-1的時候 我就給你0 然後我 S進來是0的時候 我就給你1 然後S進來是1的時候 我就給你2 那 我就這樣寫下去 但是 呃 如果講到電腦 如果講到效能的話 這樣基本上 應該不會比直接加1來的那個 但是理想上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是 我不太care底下的10座到底是什麼 對 對 所以基本上 Function它整個的概念就是Mapping 我把 我把一個地方 它的元素 然後把它對應到另外一個東西 你要講轉換也可以 或者是 Anyway 反正它就是 你可以把一個地方的東西 換成另外一個東西 或者是 對應到另外一個東西 OK 好 那 如果說 我要去問 顧客的名字 那 可能第一個顧客 第一個顧客 他的名字是Alice 然後第二個顧客是Bob 然後Chris 之類的 OK Function也可以是這個樣子 OK 那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裡面 它會強調就是Function 是Pure 就是Pure的Function是比較好 那什麼叫做Pure的Function呢 我們來看個例子 那 相對於Pure 應該有一個 Impure的例子 Impure的例子 是長怎樣 Impure的例子就是說 當你 當你寫了某一個Function 看一下喔 消點 OK 當你寫了某一個Function 那你寫某一個Function 這邊我想要讀一個檔案 那我想要讀一個檔案 但是我把檔名寫在 檔案的路徑跟檔名這些東西寫在外面 那 所以我當我讀的時候 我必須要去讀到外面這個file的位置 那我再把這個東西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把它每一行讀出來丟回去 那我要執行的東西就是 read file 這個東西 這讚看之下非常的簡單 然後你宣告了一個Google variable 那你宣告的Google variable到處都用得到 還蠻方便的 對 但是 誰知道你的Function裡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對 因為通常Google function的不會離這麼近 對 不會時時刻刻都去 take care 或者說你的Function裡面到底有沒有對 某個變數做了修改 對 這件事情 那所以說 Pure的Function它就會去強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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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ide Effect No Side Effect No Side Effect也就是說 你不要去用Google的變數 那 不要去存取Google的變數 即使是 就是讀取也是一樣 寫入會帶來很大的災難 但是讀取也一樣 那 比較好的寫法就是 你直接把file變成一個 應該說參數 你把它變成一個參數 然後寫到Function裡面去 那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比較明確的看出來 就是 當你在用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你在讀哪個檔案 然後 再來就是它不會是變成一個 Global Variable的感覺 你會把這個東西丟到它裡面 那它裡面再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會知道說 readfile這個東西它在對這個 這個變數或者是這個 這個位置做存取 所以 Pure的話 它就會強調就是 No Side Effect 那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物件導向裡面通常會這樣寫 就是 Customer 然後呢 我要設定給它 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然後 或者是我從Customer身上去讀了它的名字出來 這樣 這樣表示說 Customer裡面 這個物件裡面 這個物件裡面 它應該是有一個它的名字的欄位 那 也就是說 這個名字 它是一個潛在的 或者潛在的變數 然後它存在Customer裡面 然後 因為 物件 物件導向的關係 它把它封裝起來 然後 你看不到 那 可是有的時候 你看不到這些東西 並不代表它不存在 當你把它 丟到 某些方權裡面 去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有可能它狀態改變 有可能它狀態沒有變 那 這個東西就會造成 有的時候 你在Debug的方面 或者是 你要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要去記得說 這個物件它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態 對 那這樣子 嗯 你就會很難去 推論說 現在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你要去記得 這些東西 那 嗯 如果把它改成Pure的寫法會 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如果把它改成Pure的寫法會 大概會長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嗯 對一個 對一個Customer來說 如果你要設定它一個新的名字 那你乾脆 你就創造出一個新的Customer出來就好 因為 一個新的Customer 被創造出來的時候 那 我就是假設它的 一個Customer它的名字就是固定的 那我不會因為 我 用了 SetCustomerName 這種東西 然後它就改變了 然後它就改變了 也就是說 對 Customer這個東西 然後跟NewCustomer這個東西 這兩個是 兩個 別人不同的東西 然後 SetCustomerName 這個東西 它會去幫 它會去 去 幫這個 Customer這個東西 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但是其他可能不變之類的 那 藉由這個方式去創造出一個新的Customer 那創造出一個新的Customer 基本上裡面的狀態是不會改變的 它不是一個 物件的感覺 所以 所以 比較 Pure的方式就是說 我不希望 Pure的方式就是說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一個 物件裡面 它有內在的Stake 它有內在的Variable 然後你可以去跟動它 你或許可以有一個內在 但是它不要動 對 不要動這個是OK的 但是如果說它內在的State 它有變的話 所以 如果A物件 它有非常多State 然後B物件 它有非常多State 那A物件 在跟B物件 你在互動的時候 嗯 你就會有 非常多的 狀況要去考慮它 對 這樣子一整個 你程式寫起來 就會變成非常的複雜 所以這樣你要Handle 整個系統的狀態 或者是 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處理它 對 那基本上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 這個東西裡面 它還有非常多其他的好處啦 但是 通常都不會要求說這些是主要的 主要的 主要的 東西這樣 那比如說 Lazy Lazy的話就是 Lazy Evaluation 就是我去 我把一個東西 初始化或者創造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它在計算 我可以延後 對 那如果說我可以延後計算這件事情的話 它就可以不用在一開始初始化的時候 花太多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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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初始化的階段 程式會去呼叫非常多的 呃 Function或者是創造出非常多的物件 那那個時候 那個CPU會很忙 然後Memory也會吃了一大塊東西 那如果說有一些部分的運算 是可以延後的話 那我就是希望可以 它可以延後 這樣子可以去 呃 分攤掉這些東西 那再來就是 嗯 其實剛剛講到 呃 如果你一個 你一個物件呢 物件如果說它的State是固定的 那 它是 呃 它的內在的State 它是沒有辦法被跟動的 那 沒有辦法被跟動的話 你就可以 在記憶體裡面去暫時把這個東西存下來 那 你Function去呼叫它的時候 那 我去製造出下一個 呃 Immutable的東西 那 我就不會去 送到上一次的結果 上一次的結果就可以被存下來 它就可以被 呃 完整的存下來 那如果相對來說是 物件的話 那你就要去考慮說 呃 這個物件 我下 我做下一個動作的時候 下一個動作會不會跟動到這個物件的 那 內在的Variable 或者State 這樣子的東西 對 那 再來就是 如果以Function去寫程式的 一些好處來說的話 它比較不會去 呃 你把東西都寫程式的考量 反正你把東西都先宣告完 那 如果你把東西都寫成Function的話 它比較好做平行化 所以當你在做ScaleUp的時候 它是比較好去安排東西的 那 剛剛有講到齁 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並不是用 物件 然後也不是用class 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用的就是 imperative type 那 它就是最初始的那個 資料形態 所以它就是Type 對 那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世界裡面 Type跟Cars是不一樣的 那 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Cars是這個東西 對 那 但是Type不是這樣子的東西 對 OK Type比較像 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它是可以被轉換 對 所以 基本上 一個整數 它是一個Type 然後 像剛剛舉的例子 Customer 它是一個Type 那 再來就是 一個Function 它也是一個Type OK 這個 比較抽象 比較難想像 它是一個Type 好 那 所以 Type的話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就直接把 資料 跟Behaviour 這件事情 把它直接拆開來 這個東西跟 跟物件導向的 哲學有點不太一樣 一開始在想說我要用物件導向 物件導向之所以會把 Variable 然後跟Behaviour 綁在一起 這個 這件事是為什麼 因為 如果說 我的資料 是在 Local 我自己可以存取 我的 method 直接可以用這些 Data 這個Data 用完了 所以 我的 Data 就跟Behaviour 它是在一起的 然後它就一起 就一起 一起消失 一起被回首掉 那 所以這樣子 的一件事情 的話 對 對我們 對 對人類來說 是比較好想像的 就是 我做某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要 某A跟某B 那我去操作某A 操作某B 對啊 那所以我不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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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抓一個東西 然後就把它帶到 某個 某個 方形裡面 就像 這個 這個該怎麼舉例 就是 你 你會把 一整個 方形 或者是 物件 把它組織好 對 應該說 你會把 class裡面的 一些Data 然後跟它 需要的 Behaviour 組織好 然後把它抽象化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class 然後這個class 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對 它就是用這些Data 然後做這些事情 對 但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 是反過來講的 就是它會希望說 可以啊 可以問問題 直接開那個 直接開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直接開麥克風 就可以問問題了 或者是 或者是 你想要 打在那個 聊天室上面 都可以 都可以 嗨 請問問題 還是 我這邊要解除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請繼續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聽不到 沒有說 請繼續 請繼續 所以沒事了 對 我只是問一下 就是可以翻路插嘴 問問題而已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問問題 可以問問題 沒關係 就是 好 OK 所以 Functional Programming裡面的概念 它是把 Data跟Behaviour 這兩件事情 拆開來看的 對 但是 又很詭異的一件事情就是 Data有Type 然後 它也把 Behaviour 看成一個Type 對 所以這個是 就是把 Data跟Behaviour 看成是 同一件事情 對 所以這個 這個比較 比較神奇 那我看一下 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找到 要怎麼進去 好 我現在在 在這裡面 嗯 我該怎麼回他 嗯 我該怎麼回他 你有辦法從這邊直接邀請他進來嗎 我剛剛也進不來就說 因為 因為他是要註冊啦 對啊 可是我剛剛註冊好也開好快了 可是我還是找不到這個 Meeting 哦 OK 對 所以可能看要不要 是不是能從我們這邊直接邀請那個人進來 不然的話可能又要重開了 對啊 這件事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 可以直接丟下來了 嗯 好 我太專業了 這個 這個我還不會 對 OK OK 好 這樣應該就有了 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slide 好 嗯 OK 所以它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所以基本上 type跟class差在哪裡 嗯 如果你去問Functional的人 就是 就是 寫Functional programming風格的人 那 他們會跟你說 嗯 就是 上面寫 就是 就是 types are cheap 然後 那個class是 expensive 然後 types 是 static 然後 class dynamic 那 簡單來說 也就是說 Types這種東西 它就是 就是 就是跟你在 C裡面 呃 比如說 呃 一個integer 然後它可能是 34 或64 64 位元 欸 是有64嗎 所以好像沒有64 好 有點忘記了 OK 那 但是對class來說 它把 呃 這個東西 包裝到 呃 包裝到 呃 怎麼說 它包裝的 非常的 動態 非常的 feasible 對 它非常的 feasible 以至於有一些東西呢 呢 它會到 run time的時候 它才去 決定 某些事情 如果你可以 可以早一點 決定 那 在compile time的時候 就決定 那 它就是比較 static的東西 所以 你如果是用 type這個東西的話 盡量是 static 就是在 compile time的時候 就去把它 決定下來 那 如果你用 cars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是 比較後期 在 比較動態 run time的時間點 去把它 決定下來 那 所以說 這樣會 呃 比較 比較 怎麼說 它會 比較 決定性的去 影響 如果你用 type的話 那基本上 你 簡單講就是 你靜態在 用一些東西 那 它的 cost 是比較低的 因為compiler都知道說 你什麼時候要用到這個東西 然後 你要用的空間大小是什麼 它就可以幫你預先準備好 它就可以幫你做好最佳化 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你用cars的話 它可以動態去做 非常多東西 在run time去決定一些事情 但是 相對來說 呃 對compiler來說 它不一定知道說 你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間 然後 你到底會用 用到多少的資料 那 所以相對來說 用到class 它就是一個 呃 需要付出的代價 對 那 相對來說的話 Julia 它用的是type 它用的class 不是class 那 那 嗯 但是 我發現有一點非常特別 就是說 你在Julia裡面用 嗯 物件導向的寫法去寫它 如果你用物件導向的寫法去寫它 你可以得到一個 非常 蠻functional style的程式 就是 我 我 大概看了Julia的程式嘛 然後 嗯 嗯 看到了一些 小心得這樣子 嗯 不好意思 這個有什麼例子可以看嗎 這個有什麼例子可以看嗎 呃 對就是 嗯 你可能 需要去看我前面 講的那個 Julia的 Julia的 這個 OK 對 其實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有提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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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部分有提到就是說 嗯 嗯 嗯 怎麼說 嗯 嗯 因為Julia它寫起來 寫起來 它比較不會像 物件那個樣子 嗯 物件那個樣子 怎麼說 嗯 嗯 因為它Type System的設計 然後再加上那個 Modiple Dispatch 這樣子的組合 所以說它會造就了這樣子的 稍微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對 這個 這個你可以去 可以去看一下 對 可以看一下它的語法 然後你就會知道說 嗯 它 我為什麼這樣講 對 因為其實 那一天我在講的時候 也有人跟我說 嗯 這個就不是物件導向啊 這個根本寫起來 你說它是防權容 也是可以的 對 就有人這樣跟我說 OK OK 好 好 那 好像有越來越多人加進來 好 那 在Function Programming裡面 Function就是一個東西 對 Function就是一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實體的東西 它不是虛無飄渺的東西 對 那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是 嗯 你要把蘋果變成奇異果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做這樣子行為的一個東西 那 它還可以是什麼東西呢 它還可以是 嗯 你可以把 蘋果變成奇異果 這樣的Function 丟到另外一個Function裡面 讓它彩出奇異果 對 對 對 那或者是呢 你可以 讓 一個Function 我原本塞給它蘋果 那 它丟出來的是一個Function 對 它就像 一個 它就像 變數一樣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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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浮點數 或者是 自傳那樣 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動機 掰給Function 或者說 讓它變成Function output 對 甚至呢 你可以讓它變成 可以讓它變成一個 參數的方式 有人遇到問題 好OK沒關係 英文是看得懂的 沒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 這個我現在可能還在講 沒有辦法幫你解決問題 那我們回來 你也可以把 function 當成一個參數 然後丟給另外一個 function 這個東西我在寫 Python 的時候 蠻常用到的 就是像有一些繪圖 那個 matplotlib的 library 裡面 非常多的 function 它會以 function 當成你要設定的參數 然後再把那些參數 它再拿那些參數進去做一些加油填處這樣 然後去產出你要的東西 所以 function 它也可以當作 prounter 然後傳進去這樣 那實作上面 Jalia是怎麼去運用這一塊 其實Jalia跟非常多 functional language 一樣 應該說如果你要做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話 一定要過這一關 就是 lambda expression 那 lambda expression 的話 它或者是你可以叫它 numbers 的 function 就是匿名的函式 那這個東西它就是 主要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要把 function 試做跟其他的 data types 一樣的東西 把它試做跟其他 data types 一樣的東西 好 我等一下再講這個部分 我先講 lambda expression 那 lambda expression OK 有人補充 那 lambda expression的話呢 在 Julia 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不需要任何參數 那你就寫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括號 然後括號後面去指向你要運算的那個 你要讓它執行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它就會印出一個換行 然後如果說你有一個參數 你可以直接把括號省略 然後你就是 x 加5 所以這個 function 的話 它會幫你做的事情是 x 加5 那如果我有很多參數的話 寫法是這個樣子 那你把 function 視為一個東西的話 那照理說一個東西應該可以被賦予到變數身上 所以它也可以被賦予到放這個變數的身上 OK 好 那什麼是 first class的 season 呢 也就是說 它有幾個特性 它可以被指定給一個變數 就像剛剛我做的那件事情一樣 我把一個 function 指定給某個變數 那它可以存在 expression裡面 也就是 expression 我簡單來看 或者簡單來講 就是我一條式子就可以把它寫完的東西 就是 expression 好 那我可以以參數的方式 把它指定給其他的 function 也就是說 我可以把它當成參數傳給其他 function 那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function 的回傳值 丟回來 所以說基本上如果你滿足以上 這幾項的特性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做 first class的 season 那 first class的 season 相對 它是 first class 所以一定會有 second class 那我們所謂的 first class是什麼呢 因為像一般的整數啊 或者是浮點數 這些都是很自然的 就是你整數被指定給某個變數 沒錯 然後你整數存在於 expression裡面 運算 沒錯 然後你可以把整數當成參數傳給 function 沒錯 然後整數可以被當成迴傳值迴傳 沒錯 但是通常有一些語言裡面 一個 function 不一定可以被 不一定具有以上這些的特性 那相對來說 他們就是 second class 也就是說 second class的話呢 它是像 function一樣被呼叫的 就是 second class的特性就是說 你可以被呼叫 你可以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被呼叫 就是 function code 然後或者是一個 operator 那運算值 運算值比如說像加法 比如說像乘法 加點乘除 那你就是拿加數跟被加數 然後拿去做加法運算 OK 所以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呢 second class還有另外一個特性就是 它可以用參數的方式指定給 function 它只是說它沒有辦法做回傳 然後它也沒有辦法存在 expression裡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查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就會有寫以上這幾段的話 所以 first class citizen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一個自由度比較高的 對 priority比較高的 它可以做任何事情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 second class的話 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較少 對 對 對 好 好 OK 好 有人進來了 好 所以 基本上 你要可以做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語言 一定要滿足的條件就是 Function as first class citizen這件事情 比如說 Function這個東西 它一定要可以被視為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被視為東西的這件事情 就被敘述在 first class citizen這件事上面 first class citizen就是把某個東西視為一個自由度比較高的東西 然後它可以被隨便丟 丟給變數 再在expression裡面 然後當參數 然後回傳 對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 Function它可以做以上這幾件事情的話 那 Functional programming它才有辦法成立 對 不然的話 那就很難去說了 這樣 OK 那我們就可以做點有趣的事情 做點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 有一個Function 叫做Map 那Map它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可以看 在Julia的程式裡面 它大概是寫成這個樣子 我有些數字 那這些數字呢 我想要把它全部都加5 那我把它全部都加5 我可以做 我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我傳了一個 Landa的expression 那Landa的expression 我就是把它全部加5 那 處理完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它的結果 OK 那 有的人可能看不懂 我下面附了一個 用 附了一個指令式方法的寫法 以上這兩個東西 做的是完全一樣的事情 對 如果你用指令式的方法做的話呢 會怎麼做 就是 我要先把 我先把Numbers 先找出來 然後呢 我要找一個空的盒子過來 找一個空的盒子過來 然後 我要把Numbers裡面 所有東西一個一個倒出來 倒出來 倒出來之後 我要把它加5 加5之後 塞進去 塞進那個盒子裡面去 OK 所以這個是 imperative的language做的事情 那 它的概念其實是什麼 Map其實就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方形 然後Numbers 它就是一堆數字 它就是一堆數字 你就把 你的Landa expression塞到Mapper裡面去 那它會做什麼事情 你把它塞進去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一個一個 算出來 這樣子的對應關係 真的要算出來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Map 好 那這個東西 其實看起來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神奇的 它就是 你會覺得很像 就是 數學的Function 這個東西就是 數學的Function 你有一個 定義域 就是Domain 然後相對來說 你有一個CodeDomain 就是你的 值域 對 有一個定義域 有一個值域 然後它就是把某個東西 對應到某個東西 那你在Focus來看 它就是對應本身 OK 就是一個盒子 那當然 還有另外的東西 比如說Filter Filter這個東西 比如說我想要找的是 在我的數字裡面 它是大於2的 那在我的數字裡面 它是大於2的話 那我就是這個樣子 我輸入給它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呢 我要找的人 是X大於2的人 那找X大於2的這個人 它會去幫我判斷 它會去把每一個元素 丟到這個Function裡面 去算出來它到底是 True還是False 那如果是True的話 它就保留 那如果不是 那如果是False的話 它就把它踢掉 OK 所以這樣子很簡單 所以 那如果我們用 我們用指令式的方式處理的話 它會長什麼樣子呢 如果用指令式的方式處理的話 它會長下面的樣子 也就是說 我需要一個result這樣子的空盒子 我需要result這樣子的一個空盒子 然後盒子 我必須要把Numbers全部倒出來 倒出來之後用衣服一個一個檢查 它到底有沒有大於2 然後如果有的話 我再把它塞回盒子 那 如果 如果 如果換個方式看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也就是 Filter就是一個盒子 然後我們把 S大於2這個東西塞進去 那塞進去之後 前面兩個會被擋下來 但是後面兩個會過去 對 後面兩個符合我們的條件 所以它會就直接到 那個結果那邊去 到result那邊去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 high order function 就是 reduce 那reduce 這個東西 我要做的事情 是把1234全部加起來 那reduce 這個東西 我就塞給它一個 會把兩兩加起來的 function 那 它就會去幫我把 數字兩兩加起來 那它怎麼 幫我把數字兩兩加起來 它會先去加前面兩個 加完之後 再把前面兩個再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 再把前面兩個再加起來 那加到最後 就會只剩一個數字 那 這個東西就可以off出去了 對 這基本上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做這麼件事 那 那在julia裡面 有非常多 high order function 那基本上 你幾乎 你幾乎可以用前面 我介紹的三個 snap 然後filter reduce 這幾個東西 打天下 對 因為基本上它整個就是涵蓋了 在指令式的程式裡面講的 迴圈條件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東西 那它就是完全用 function 去完成這些事情 ok ok 好 那這個 這個以下如果有興趣 大家可以再去 再去深究 那其實 那個 julia它本身支援的 function 其實不多啦 對 所以說我才會說它其實 不是 非常functional的language 這樣 而且 而且它有一些東西也還沒有說出來 對 好 那 function最好的 最 怎麼說 function的一個特色就是你可以把它 重新排列組合 你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這樣 那 function composition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就是你要把蘋果變成 變成奇異果 然後我再拿另外一個東西 它是把奇異果變成藍莓 然後如果我要把這兩個接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數學上的 f5圈圈 g 對 然後就是你把axis 丟進f5裡面送完之後 再把它丟進g裡面送 那 你就是把它 它就變成這樣啦 對 ok 所以這個就是functional composition 對 那 所以你可以拿 非常多各種不同的function把它 串在一起 然後 嗯 排列組合 那你就可以組合出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像剛剛那個 我要把所有人加3之後 再去找大於2的 對 那 對 我就把它排列組合串在一起這樣 ok 對 那其實有非常多functional的東西 這邊其實沒有提的非常詳細 然後因為 Julia它本身也不是非常functional的 但是它是有提供基礎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工具 我想這個東西應該是等以後社群比較完整 然後語言ok了之後 可能會有人去把它做出來 那比較functional的特性的話會像什麼呢 比如說就是如果你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話 一定聽過就是他們用地毀用比較多 然後用迭代的話會用比較少 對然後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它是 就是depends on那個你語言怎麼去設計 這個跟語言設計有一些關係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那個你的地毀跟迭代的差別是什麼 地毀跟迭代的差別 地毀基本上就是你function 你會去call其他function或者是call自己 那以一個樹狀展開的方式 然後等那個function你有return值回來的時候 那我再去做運算 然後再收斂回來 有聽懂嗎 因為這存在我想像裡面 迭代的話就是用foration或者是用壞 對 就是我一個一個去算 ok ok好 好 那再來就是lazy的evaluation 那lazy evaluation我之前試過如果 我直接用julia去用去做想要做lazy evaluation可能有點困難 那這個東西可能會需要julia裡面做 大家如果有聽過coloutine或者有聽過task這個東西 那你可能需要這個東西去幫你做到lazy evaluation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要把整個計算延後 那closure closure這個東西julia本身做得到 然後curry curry這個也是很functional的東西 不過沒有介紹 今天沒有介紹 然後他也是做得到的 對 他就可以很直接的做到 那pattern matching pattern matching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pattern matching是什麼東西 可是我今天也沒有講 大家可以去google或者是wikipedia上面找找看 那pattern matching這個東西我覺得julia裡面它有一個語言特性就是multiple dispatch 你可以直接用multiple dispatch這個東西去達成pattern matching這樣子的概念 那也是用function去把它組織起來 ok 所以那我可不可以任意的組出我要的pipeline 比如說像現在big data 那我需要去處理data 那我需要一個pipeline 那如果我要pipeline的話怎麼辦呢 在python裡面或者是在其他語言裡面很多語言都有這個東西 就是reactive programming 那reactive programming如果寫在python裡面可能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我要先讓一筆資料就是12345678 然後先把它平方 平方之後我去選出平方 平方之後我去選出大約20的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這個是讓它運作處理的頂部 ok 那我可不可以做到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基本上我覺得julia是可以 但是還是還沒有人去寫這樣子這方面的pattern 那reactive programming它指的東西就是我對電腦做了某些操作 那電腦馬上就是把那些操作反映出來 簡單講 Excel Excel你把旁邊的公式打好之後 然後我把公式打好之後 它馬上就會把公式的結果秀出來 那如果我去改前面的data 我一改 它後面的公式 它馬上就會計算 然後顯現出那個計算的結果 這個基本上就是reactive programming 這樣子的東西 ok 時間好像快到了 對 不過我也快講完了 所以reactive programming目前的套件有的是這個reactive.jl 然後我希望可以做到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好 謝謝大家